张翰那边呢 是老跟端木在演的 对我们俩总是在较量 不管是感情啊 还是友谊方面 对 都是有很多冲突点 然后但是我演的时候 真的就非常恨他 是吗 对我就 就是真的就是 会在演戏之前啊 就会不和他说话 对然后去进入一种角色的一种状态 然后我就会 这边看个小爽 这边看个端木 我去找一些那种 跟我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找一些那些心理状态 然后就先要自己提前的入戏 然后这样演讲会比较舒服 在这个拍完全部的 这个一起来看流星雨当中 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集 或者是一个片段 一人讲一个好 印象最深刻的一集 哇 印象深刻太多了 对 那我一天要讲什么类型的 印象深刻的呢 嗯 那我讲一场 吻戏啊 啊 吻戏 我觉得吻戏其实真的挺难忘的 对对对 因为毕竟是 也是第一次拍电视剧 也是第一次拍吻戏 然后我们两个 就那会我就说 刚拍完这个戏的时候 我数了一下我们俩的问题 我说是四场 对然后到最后 那天又想起来一场 说啊 我们俩一个有无常闻戏 就说吻的还是挺多长戏的 对 然后每次拍的时候 也还是很紧张 对 但后来都已经说 第一场戏就拍了好长时间 好久也不过 到最后一场闻戏的时候 又然后再说吻吧 然后我们俩就 那好吧吻吧 就这样 很甜熟了 到最后就 就跟江汉 对对 江汉 江汉 对江汉 江汉说了那么多甜蜜的戏 然后我就说一些比较 深蜜的戏 对啊 因为就是 在戏里面 就是不管是因为她 她的原因 还是我妈妈那边的原因 然后都让我在感情方面 受了很多的伤 对 对 我记得有一场戏 大家应该也看过片花 就是下雨的一场戏 在雨荀家门口 我叫楚雨荀 你给我出来 就是那一场戏 对 那场戏我感觉 拍摄的还真的挺辛苦的 我们两个在外面 就是天很冷 要穿军大衣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 淋雨大概三个小时 拍这一场戏 然后我就记得 当她说出 我爱她 我不喜欢你 我当时真的就是 没有想去苦 但是真的就下雨 感觉心疼了一下 然后眼泪就下了 很自然 感觉自己 自己 对 完全融进去了 对 然后那场戏 其实最近比较喜欢 嗯 张汉的北京洪人会代表 嗯 哇 张汉 谢谢张汉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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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谢谢小张汉 对 对 那生活当中 现在回到生活当中 也会像地理一样 去打工啊 什么的 之前会有这样的经历过吗 之前 之前其实没有 没有 就在上学 没有这样打工的经历 有可能没遇到一个 特别优秀的女孩 让我去为她打工 生活当中 你要是选择 女孩子会喜欢 选择像雨萱这样的 雨萱这个样子 啊 不 还有正小这个样子 我要问 这个 其实她有雨萱很像 对啊 对啊 就没有雨萱那么会大 对 因为她 正是我喜欢那种 想去保护别人 保护其他女孩那种感觉 然后也希望那种女孩 是柔柔弱弱的 然后小爽呢 她是那种 特别的自强 然后自立 而且不需要别人保护 对 她甚至可以保护其他人 就跟初雨萱 那个角色很像 对 所以说 我们跟她在一起 有可能就是像哥哥 她一个妹妹一样 对 对 是不是实话呀 我也不 真的是实话 我看你的眼睛 好像有点不像实话 好好好 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谢谢 这个是带你的天 我说出来的花 谢谢 然后还有这一本 完整 这就变不了了 谢谢 好 好 好 我来帮你拿 谢谢 谢谢 帮帮我们帮你 这个是 这个是送给那个 雨萱和雨海 小雨杯 哎呀 什么意思 哎呀 还上年几张 刚按正什么名字 哇 谢谢 谢谢 待会要一人分一个 一人分一个一定要拿回家 不能不能 呃 正常不能自分 好不好 要给政府 那个 再还有一个 好